伴随着这么久的剧情 扶摇剧中那些塑料首饰 真是让人无语 就算是架空的 也不能这么糊弄人啊 感觉比毛宝峰还不如 网友说在黑风寨那会儿 拿出来一箱金元宝 都是满满的塑料感 No,No,No 连塑料都不是 分明是拿纸糊的 很多网友表示 这扶摇的剧组 真的是一点都不走心 连滤镜都拯救不了塑料感十足的饰品 杨毅饰演的扶摇 本来就是剧中的女主 按理说她的首饰应该是精心制作的 然而并不是 看她的这个皇冠 如果镜头垃圾 真的就像塑料 就连上面的珍珠都显得特别假 这位娘娘的头饰 看上去廉价感十足 轻飘飘的 这要是有风估计就吹走了 宫里身份高贵的娘娘 深深的塑料风 这是在影射宫里的塑料姐妹情吗 射匕首 射泡沫头盔 扶摇的剧组是真雄 这些都是从义乌小饰品批发市场批发的吧 看了这些不走心的首饰 是否像许多网友猜测的那样剧组 把钱都花 在了演员的报酬上了她 经费不足 只能互能观众了吗 这些没有质感的首饰视频 实在那眼 下面和小编一起看看某国古代 那些精美的首饰视频 感受什么才是古代贵族女子的首饰 提起言吧 李静逊 随仇乐平公主杨丽华的外孙女 一位九岁造妖的金枝玉影 随当的大量金银玉器和瓷器 玻璃器等 其中有以金玉首饰位最精美 李静逊玉拆玉拆树发用具 双骨 为白玉制成 玉料洁白银润 李静逊欠珍珠宝石金花蝶头饰 欠珍珠宝石金花蝶头饰 高11.47厘米 宽8.3厘米 金官室下部用金片制成三叉形叉 叉上面里曾为金片卷成的圆台座 台座外壁一周叉有粗金丝编成的花枝 花枝上坠 有许多用金箔 银补剪成的五瓣花朵 花蕊中镶嵌珍珠 花朵之间有金框宝垫 何如意 云头长条形金宝片 金官室的顶部 为一只张开翅膀做飞翔状的蝴蝶 蝴蝶头仍用细金丝编织而成 眼睛用珍珠做成 整个金官室采用了锤舌 拉丝 编织 赞克 镶嵌等各种工艺 可谓巧夺天工 李静逊金项链 李静逊金项链 珠长23.4厘米 由28颗镶嵌有珠宝的金珠构成 上端有扣钮 镶刻有露纹的蓝色宝石 下端有宝石 金 预组成了坠石 这是随带考古中 发现了结构最复杂 工艺最精湛 装饰最华美 珍贵的项链 整件项链雍容华贵 玉石 珍珠流光一彩 项链上端项链下端 他佩戴的这条金项链 穿越时空依然华美非常 似乎在讲述着他不凡的来临 可长辈们无尽的挨思 这应该是目前出土最华美的首饰了 李静逊金手镯 李静逊金手镯的衣服 四截各截两端较阔 上嵌珠 截与截之间四嵌鱼帮座中的 青绿玻璃珠是相连 开口处有一副牛饰 一端为花半形后环 上嵌小猪路科 另一端为活肘 李静逊金手镯另外 还出土了金戒指 两件 玉戒指 玛瑙珠串 古书 木书等 由李静逊木书土的金 玉首饰 大致可以看出 当时贵族阶层女子 DF的配饰及书装用具 唐李锤公主贯饰修复 公主与驸马的古珀金链 首握名校端皇后 凤冠名校端皇后 凤冠名校端皇后 王室的凤冠名校 端皇后 王室的凤冠名校端皇后 的白子衣 仿制品 下面是一些古代女子饰品 你能认出来几个 图一图二图三图四图五图六图七 以上这些都是古人的饰品 你能认出来几个 知道他们的名字吗 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 喜欢讲的话 明镜需要摄像 我会带什么